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始有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我们永远都是你的门徒 愿意一生跟随到底 也但愿我们走在这条跟随你的路上 主啊 你不断地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真达到做门徒的目的 就是能够更像耶稣 更多活出你的容美 谢谢主 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是我们第二阶段里面 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 讲到我们接受圣灵的管制 我们不喜欢被管 但是其实神的管永远都是积极的 我常常讲在时间里面 就连神的审判都是恩典 更不要说神的管教 他管教 《西伯来书》十二章说到 凡所爱的他一定管教 那个出发点是爱 是为了叫我们更好 为了叫我们像他 为了叫我们真正能够在他的手中有用 能够在人的中间 能够带下祝福 所以就连在时间里面 在时间里面 就连审判都是恩典 更不要说神的管 神的教 或是神在这里制作我们 那什么叫做圣灵的管制呢 在我第二大段里面曾经讲到 他说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众人 众子带进荣耀里去 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 因为我们太不荣耀了 跟荣耀根本无分了 差远了 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 圣灵在这里调度万事 让各样的事情 各样的环境 在我们身上效力 为了把我们真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让我们里面的生命 能够长成基督丰满的声量 叫我们真正的可以向主 所以这样子的整个的工作 整个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工作 就叫做圣灵的管制 这是我们最大的受恩之法 这个利托圣弟兄在人的破碎 临得出来里面中间有一段 讲到最大的受恩之法 那就是讲到圣灵的管制 那因为奉献是我们对神的态度 主我愿意为你活 主啊你的爱折服了我 我在这里 我愿意把我这一生献给你 我愿意为你活 为你去做事 来讨你的喜悦 那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这是我们自己对神的态度 比较多是主观的 但是就着客观来说 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 到底能不能被神用 这是客观的 就是我们很多的地方 还不能被神用 虽然我自己感觉我很爱神 但是到底在神的眼中 神怎么看我们 那个是客观的 那是从神的角度来的 所以圣灵知道我们 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 愿意为神而活 那么他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 把我们的心愿 把神在我们身上那荣美的计划 真正的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奉献是我们对神 圣灵的管制是神对我们 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我认识的一个弟兄 他有一次晚上做梦 梦中他在写他的墓碑 墓志明 我不晓得有哪些人已经开始写了 那他在写他的墓碑的时候 他说这里躺着一位 全心全意爱主的人 这是他给他自己写的墓碑 没有想到写完以后 他心里面就被主责备 被主光照 神就给他加了两个字 在这里躺着一位 愿意全心全意爱主的人 他醒来以后他就很蒙光照 他是想到 表示我自己爱主的心还不够 我很有心全心全意爱主 可是在神的眼中 我不过只是有心愿就是了 我还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被算为 全心全意爱主的人 只是愿意全心全意爱主的人 所以奉献是讲到我们对神 我们主观上怎么看我自己 但是圣灵的管制 是他针对我们真正的情形 真正的光景 把神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 这两个我们要了解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 我们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这个工作在原文的里面 那个意义里面有masterpiece 我们原是他的杰作 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 就是让我这个人这一生 能够达到我这一生最高的果效 刚刚我们上一堂讲离心米境 本来我结束的时候 因为时间实在不够了 我本来也提到爱因斯坦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 要去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 但是价值呢 在神的面前是有衡量的 到底在神的面前 是不是一个真正有价值 能够达到我这个人最高的价值 这是我们里面都盼望能够做到的 所以听说这个 我刚刚坐在这里想起这个例子 可是我的自己例子的布置没带来 我从前整理的就是那个 因为有一年 我1991年到英国去出差的时候 去参观这个伦敦塔尔 这个伦敦塔 那个是他们历代的王 曾经在那边 有很多的珠宝 财宝 贵重的东西放在那边 在伦敦塔尔里面 我就看到The Star of Africa 就是非洲之星 一个很大的钻石 那个钻石是英王在过生日的时候 我忘了是亨利几世还是谁 他过生日的时候 人家在非洲踩到的一个大的一个钻石矿 那个钻石刚刚踩出来的时候 将近三千克拉 但是因为中间混了很多掺杂的东西 一些不是纯钻石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把它送到河南 找到一个切割钻石的专家 请他帮忙从这个钻石里面 能够切割出最贵重的那一部分 就是最纯的最好的那一部分 他们准备献给英王 一个是做他冠冕上的宝石 一个是做他手中权杖上的宝石 那么这个河南的专家拿到这个以后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 你不要以为切割钻石就是一锤下去就是了 他要从各个角度研究研究 怎么样子能够让他的价值达到最高 所以他研究了很久以后 准备下垂的那一天 所有人在旁边看着他 他就非常紧张地拿起他的工具 然后一垂下去 他自己昏倒了 太紧张 压力太大 所以那次没有成功 听说他就昏过去了 那么醒过来以后 他就再研究再研究 然后到最后下手的时候 那么就打出了几块 其中最大的两块 第一颗最大的是五百多克拉的钻石 叫做非洲之星 The start of Africa 成为英皇冠冕上的那颗宝石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都不准照相的 就看到一个大的钻石 然后那个权杖上面有另外一颗 我忘了是两百多还是多少克拉的 他就是把这一颗 将近三千克拉的一个矿 能够把它凿出来最贵重的部分 最精华的部分 达成杰作 献给王 献给他 成为他的权杖 成为他的冠冕上的宝石 所以撒迦地亚书说到 我们这些归毁的百姓 是神冠冕上的宝石 听说这些神在我们身上 都在做这个工作 这个叫做圣灵的管制 当然包括管教 包括神在我们身上 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拆毁 他的拆毁是为了建造 他的道空是为了充满 所有的实价不是目的 基督才是目的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当我们在讲到圣灵的管制 离地亚把他称为最大的受恩之法 就是我们这一个人蒙恩 有很多方法 例如什么 怎么大家会不知道呢 你自己觉得你蒙恩蒙福的方法有哪些 读经是不是 祷告是不是 聚会是不是 唱诗是不是 读鼠林书报 跟弟兄姊妹交通 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你蒙恩蒙福 但是离地亚在这里提醒我们 他说有一个最大的受恩之法 就是他完全 像你读经 你需要找出时间读经 你那时候得到祝福 对不对 你要祷告 你要分别时间 你要聚会 你要在礼拜天 礼拜五 礼拜二聚会的时候来 或是你要跟人家聚在一起 圣徒们交通的时候得祝福 但是最大的蒙恩之法 就是说到你不管在什么时候 你不管在什么处境里面 你都可以在这里 因着相信顺服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而让我们蒙恩蒙福 被神改变 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们 听到这么多年的信息 其实我这么多年的信息 基本上都是along the line 讲到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中心 成为我们的一切 成为我们荣耀的意象 他要透过我们出来 透过我们个人 家庭和教会 要做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圣灵为了这个目的 一直在做工 为了这个方向 他来做工 圣灵在我们身上 所有工作的方向 就是要把我们 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有一天 基督率领众子 进到荣耀里去 所以最大的蒙恩之法 就是讲到 你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任何处境 喜欢的不喜欢的 得胜的失败的 你所有的处境 你都可以来经历主 都可以来得到主 都可以来被他改变 这是我们第二个大段 讲到被改变的生命 生命的被改变 不是只是借着聚会的 而是在我们生活 所有的遭遇里面 他都是为了 要来改变我们 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 讲到圣灵来 圣灵的内住 圣灵来 圣灵在外面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这里 提到两个 圣灵内在的运行 和外在的管制 那么内在呢 讲到为的是 要叫我们 与神的性情有份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被更新 能够被变化 哥罗西书三章四节 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讲到基督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讲到都是说到基督内住 他成为我们的生命 但是加拉太书第四章 第五章那里也讲到 基督不光内住 基督需要成型在我们的里面 他需要借着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变化 让我们这个人 长成神儿子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圣灵内在的工作 是重在让我们的性情 被神改变 所以彼得后书 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他说 神的神人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 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 招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所以你看见了没有 这节圣经 其实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 很重要的方向和原则 他先用基督的美德 基督的美丽 基督的生命 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就开始 一直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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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情欲来的败坏 或是从肉体里面来的败坏 但是这个是消极的 积极的呢 是叫我们 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就是在基督里面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都有形有体地 居住在基督里 各路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 而我们在他里头 也得了这丰富 所以神的性情 借着基督 住在我们里面 借着圣灵 在环境中的工作 在我们里面的运行 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断地脱离 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而且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 英文说 to b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就是神神圣的性情 我们能够become partaker 能够一起有份 一起来承受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属灵伟人得利的秘诀 讲到戴德生的时候 他特别讲到 那个交换的生命 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 能够跟主交换 我放下我的败坏 放下我的无能 放下我的软弱 放下我一切一切的不行 但是我在这里是跟神交换 我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我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这是一个交换的生命 这是一个交换的人生 那么圣灵来就帮助我们 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么在人的破碎 灵得出来 我很喜欢李弟兄提到的 三件事情 他提到我们心思要被更新 情感需要被炼净 我们的意志需要被蛰伏 这是我们天然肉体 属魂的生命里面 三个最主要的部分 心思 情感和意志 但是我们的心思很复杂 老旧 消极 可能主观 属世 很混乱 所以我们的思想需要被神不断地更新 以前我父亲曾经讲过一个例子 有一个父母亲跑到美国来看孩子 跟孩子住 那么快要回去前那一个月 爸爸妈妈心里都很难过 因为女儿一下了班就回房间 关起门来都不出来 到吃饭才出来 吃完饭又跑进房间 妈妈马上心里面就在想说 你看看才住了几个月就嫌我们 心里面就产生很消极 很难过的思想 发现她每天都是这样子 爸爸妈妈心里难过死了 这个月想早一点回去算了 没想到后面 女儿有一天从房间里面 拿出来一个 她自己亲手帮爸爸妈妈吃的毛衣 想到他们回去了天凉了 让爸爸妈妈能够享受她的爱 她在家里面 每天下了班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跑到房间偷偷去做 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 所以吃完饭又跑回房间去了 所以做好了以后 拿出来献给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才知道冤枉了她 你会发现我们的思想很容易消极 很容易反面 徐华医生也说 他说你看你们做太太的 先生如果今天加班 因为以前没有手机这么方便 加班慢回家了 在公司里面忙 或是说先生下了班 出去帮你买礼物 生日到了给你买礼物 你都不会想说 先生是不是去帮我买礼物去了 先生是不是怎么样的 你心里面想到的都是 他是不是出车祸了 是不是外面有小山了 我们想的都是消极的 对不对 我们天天害怕的担心的 都是这些消极的 反面的灰色的 我们的思想需要被神更新 我也不是说你自己随便去找一些积极的思想 不是的 我们需要心思被更新 所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叫做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 就是我们的思想需要被更新 我们的情感需要被洁净 被炼净 我们的情感里面有掺杂 所以我们会偏心 会偏爱 我们会有很多的主观 然后我们的情感里面有时候很多的时候不纯净 我们弟兄姊妹的相处 中间有不纯净的思想跟情感 那这些都是讲到我们的情感需要被炼净 该刚强的地方我们该刚强 该柔软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太硬 我们需要被主 把它弄软 所以我们的情感需要被神炼净 那我们的意志呢 更是需要被折服 所以你看这么多属灵人 不管摩安德烈 不管其他属灵的前辈们 他们也在讲怎么样教养孩子 而他们所有讲教养孩子里面 一个决定共同有的点 就是一定要帮助孩子们 在小的时候学会顺服 要ban his will 要让他的意志被折服 不然的话这个人在神手中没有用的 做什么事情都要凭着自己认为 我觉得这样子是好的 我觉得这样子是对的 我认为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 这个人不够柔软 不被折服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 自己是对的是对的 那么神就兴起环境 显明我们是错的 很多的时候神就显明 我们这个人 就算你的方法是对的 甚至你的动机是对的 但是你的人不对 神还是要来折服我们 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冤枉 好 明明我是对的 但是神却在这里管我们 却没管别人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很多人点头 真的是这样子 神就是为了制作我们 所以我们这个人在很多的地方 像比利克林 格里汉 他大概是目前活着的人 曾经活着的人 传福音 听他讲道的人可能最多的一个人 他曾经对全世界的人 大概几亿的人传过福音 那么这样子一个人 他年轻的时候 你看他被神重用的情形 他来台湾之前在汉城 那个聚会到达百万人 听他讲道 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可是神在他身上 一直对付他一个点 就是他的骄傲 因为每一个元首都买他的账 他到世界各国 都是元首来招待他的 他的聚会都是全场满满的人 他一呼召 底下整个体育场 底下绝肢的人 都站的地方都不够了 所以神非常重用他 但是他的成就大到 会让他骄傲 这是人性 所以神折服他 他说他好几次 才骄傲的时候 驻驾车已经来了 因为他上讲台前 医生量他 发现他出问题 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所以都绕不倒讲道 他每次碰到类似的事情 神管教他 他都知道神在他身上 神在折服他 我们每一个人 要被主折服的地方不一样 那你说 我没有像隔离汉那么大 神在小事情上一样管你 有一次我在台湾 高雄碰到一个弟兄 他说他那时真的发脾气的时候 他没有觉得 孟老师跟他太太发脾气 还是跟弟兄姊妹发脾气 反正他就觉得他有理 发脾气到一半下巴掉了 不仅仅歪得很难看 那个痛得也很不舒服 还赶快送去给人家推回去 神可以管我们 你看我以前很喜欢打排球 正想要好好杀一球的时候 没杀到球打到头 众人面前丢脸 我们另外一个弟兄 以前在台湾 我们都骑脚拉车上学 然后因为我们是和尚学校 初中高中都是男生 没有女生 所以我们骑脚拉车 回家的路上会经过女校 所以有一个弟兄 有一次就很神气 进到女校的时候 他骑脚拉车就放双手 表演 结果车子就突然压到一个石头 就在女生面前 吃了一个跟头 后来自己做见证 神管教他 神有办法的 你看雅哈王出去打仗 那个先知告诉他说 你出去百姓们会哀哭 会阵亡 他就是不相信 他就很生气 他就觉得他从来不讲好话的 可是他又听 所以当他出去打仗的时候 约沙法王 可以勇敢地穿着军服出去打仗 穿着王服 但是雅哈王就不敢 他就化妆 他就不穿王服了 出去打仗的时候 雅南王看见约沙法王 以为他是以色列王 所以要来杀他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不是以色列王 所以他们不知道 以色列王跑到哪里去了 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很稀奇的事情 他说有一个人随便拉弓 然后就恰巧射入 以色列王的甲缝里 你最晓得雅哈王那天 以色列王他穿成一个普通的 一个军人的服装 盔甲穿好了 然后盔甲跟盔甲之间 只有一点点甲缝而已 然后别人要找以色列王 因为以色列王是主要来挑战雅南王的 他们找不到他 没想到就有一个人随便拉弓 然后就恰巧射入他的甲缝里 他就阵亡 这个叫做圣灵的管制 就叫做神的手 你不需要瞄准他的 你不需要去找他的 有一人随便拉 神要你走你就是走 神要你面对什么环境 就是什么环境 因为神圣灵调度万事 管理万事 所以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里面 当然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特别新约里面讲到 神的管教 焉有儿子不被管教的 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 甚至鞭打所收纳的儿子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不光是为了管 更是为了教 不光是为了在我们身上有管制 更是为了要改变我们 这是叫做圣灵的管制 在里面是叫我们生命更新变化 能够向主 外面就是我们这个人要被破碎 好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出来 好让我们能够流露基督 或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同样的环境 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怎么回应 就决定了 这件事情临到我们 有没有达成他该有的目的 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 要得着主的结局 以赛亚书55章说到 神的话语从天而降 像雨水从天而降 并不突然返回 他后面就讲到说 要成就神 发他出来所要成就的事 所以神每一次讲话的时候 都带着一个purpose 带着一个divine purpose 一个神圣的目的 神的话出来 要成就 发他出来所要成就的事情 同样的 每一个遭遇临到我们身上 神是有目的的 是有一个存全 善良可喜悦的计划 有一个目的的 到底有没有成就 在乎我们怎么回应他 我们是以脚提刺抗拒呢 我们是像无知的罗马 拒绝呢 还是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 虽然经过抗拒 虽然经过悖逆 但是我们愿意降服 在主的带领地下 以前有一个女孩子 他常常喜欢埋怨 为了他的环境 为了他学校的同学 为了老师对他不公平 在家里面常常唠唠叨叨 常常埋怨 为了碰到的痛苦 生病 他都会埋怨 有一天他的爸爸 看他又在埋怨 就拿给他三样东西 一个胡萝卜 一个生蛋 还有咖啡粉 叫他放到炉子上 放在三个小炉子上 叫他弄水去煮 那个女儿也不知道 爸爸到底要干嘛 他就拿去煮了 那煮完了以后 爸爸就把这三个东西 放在他面前 他说女儿 你看到了没有 同样放在炉子上弄水煮 遭遇一模一样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三样东西 你煮之前跟煮之后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女儿说 胡萝卜从硬的变成软的了 因为煮了以后 胡萝卜就从硬的变成软的了 那个蛋 从原来是 那个生蛋里面都是水 对不对 但是煮完以后 变成硬的了 他的这个咖啡粉 煮煮煮以后 他就化了 就变成一杯 可以享受的咖啡 他的爸爸就跟他讲 你看到了没有 一模一样的遭遇 临到三样不同的 因着他们 对这个遭遇的回应不同 结果不一样 他说你到底要用什么态度 去面对你人生的环境 你都要永远都用埋怨 来面对它吗 弟兄姊妹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生活的例子 那我是想到 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 为什么这个人受苦 越受苦 他生命越美 越像耶稣 为什么这个人 经过试探 反而他的生命更纯净呢 这个人经过试探 被打倒了 为什么这个人 在被人冤枉 被人毁谤 被人伤害的里面 他越来越尊贵 他越来越得胜 而这个人 天天愤愤不平 天天在那里为自己争辩 甚至跟人家吵架 兄姊妹 这个就是我们 如何去面对 神良给我们的环境 夫妻的关系也好 同工的关系也好 为什么他能够说 他是我的骨中骨 是我的肉中肉呢 而你却要说 他是我骨中的骨次 是我肉中的肉牛呢 那看我们怎么回应 所以兄姊妹 为什么有的人 能够很想在聚会里面 每一个聚会都蒙恩 讲得好也蒙恩 讲不好他也蒙恩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只有讲得好才蒙恩 讲不好就不蒙恩呢 都在乎我们怎么样子去回应 我们所处的环境 所以要认识神的手 要认识神工作的法则 更要认识神 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 他有一个纯全善良 可喜悦的旨意 他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 为了达到那个目的 我们需要被改变 我们需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让我们的生命向主 让我们这个活出来的就是基督 这是圣灵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做老师 你是做律师 你是做医生 不管你是做家庭主妇 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不管我们健康 不管我们生病 不管你今天高兴 你不高兴 所有的环境里面 圣灵都在做事情 所以神会许可一些特殊的环境 临到我们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 但是我希望在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 我们始终都得到主的结局 我们可能在面对试探 在面对苦难 在面对一个我们特殊的遭遇 或是我们很不喜欢的环境 人事物 我们可能会暂时软弱 滑蝶 埋怨 痛苦 灰心 但是希望我们的大方向 我们是希望主的工作 能够做在我们身上 主的结局 能够临到我们身上 这样子所有的过程都值得 第二个我在这里讲到最大的受恩之法 就是我刚才说的 圣灵的管制 是为了叫我们 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能够活出主的荣幸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蒙恩之法 那么我们要积极的 信而顺服圣灵的管制 这是成为最大的蒙恩之法 所以我们到底能不能顺服 我们用什么态度来接受 这件事情就决定了 我到底蒙不蒙恩 我到底有没有被改变 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主的结局 所以很多的事情 我们可能是之后 从神的角度 或是从我们的经验里面 我们才发现 原来神是恩典 当初我冤枉的神 像《密室》这本书 我是听别人讲的 说里面这个作者 她姐妹 她们在被德国人 关到集中营去的时候 她们曾经被放到 一个很脏很乱很可怕的监狱 里面进去就是很多跳蚤 所以她们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还埋怨 怎么会这么多跳蚤 全身都是 可是后来她们才发现 这是神的恩典 因为跳蚤太多了 所以德国士兵没有进来强奸她们 所以关在这个房间的这些女人 这些人就得免其害 其他被关的常常被强暴 被强奸 他们才发现原来神有恩典 这是从我们经过以后 我们从环境里面来看 来数算主的恩典 发现原来主是恩典 可是当我们多几次这样子以后 我们应该产生了对主的琐事 该有的信心和信任 以至于当有一些的环境 我们当时不能明白 甚至我们不能够了解神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 先发出赞美 就像约伯在苦难的里面 在那么多的剥夺里面 他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他能够凭着信心说 他甚至到了十二章那边 他能够说就算他杀我 我还要信他 弟兄姊妹这叫信心 他不是只是根据 我有没有蒙福 有没有得到我所盼望的 有没有得到好处 来衡量神是怎样的神 而是因为他已经对神 产生了一个绝对的信任 一个深的认识 以至于任何的遭遇来到 他知道绝对神是积极的 神不仅仅不会随便做 不会做错事情 神也不随便做一件事情 而且第三个 神所有所做的事情 都是带着积极正面的目的 我再说 第一个 神决定不会做错事情 所以神从来不说 哎呀 right 神从来不会说 哎呀 哎呀 就表示做错事了 失守了 第二个 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 他不仅仅不会做错事情 他也不会随便做事情 第三个 他所有所做的事情 都是积极的 都是正面的 都是带着荣耀的目的 这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 信而顺服圣灵的管制 要成为我们最大的受恩之法 而且当我们真认识这个的时候 我们连一个环境都不想糟蹋 因为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在我们所有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基督 可以来得着基督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我说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 神托给我们一个百货公司好了 像Sears Macy's 或是还有什么Target 不管 神给我们 每一个人都托了一家百货公司 里面放了千百样的东西 这是我们这一生 神给我们的托付 让我们去经营 那么在人生结束的时候 你要把你所有所赚的 所得到的 跟主交账 那么今天呢 在我们人生里面 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 在这里经过的时候 就好像从这个里面 拿出东西来 拿出东西来 那么你只要到百货公司去 你就发现 它前面有收账员 对不对 有这些收银的员 那么你把你东西给它的时候 它会划过Scanner 多少钱 划过去多少钱 那如果划一下 没有声音 它会怎么样 再划一下 对不对 划两三下 如果都还没有声音 它会把那个账号打进去 它不会让你随便过的 它不会说划一下没有东西 那没有关系送你了 再划一下没有东西 没关系啦 你今天有福送你了 它不会这么做的 它一定会很认真的 把它所有的东西 该多少钱收下来 一个都不浪费的 因为要交账 因为要交账 今天在我们的遭遇里面 这个Scanner 到底我得到基督没有 如果没有得到基督 不要让它随便过去 不要让它随便过去 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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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们真正得到了 它该有的价值 我们才Let go 我们才容许它过去 弟兄姊妹这叫做得到主的结局 在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经营的这些 你不要说 我只有十分之一出去 所以我交十分之一的账 不是的 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 你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出去了 我现在举这个比方的意思 就是希望我们这一生 所有的遭遇 从我们身上经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得到基督 要得到这个环境 临到我身上该有的目的 该有的结局 哪怕是我们真的不小心失败了 得罪神 犯罪了 我们一样要在主的面前 要得到主的结局 学到我们该学的 接受祂的赦免 接受祂的宽恕 体会祂的爱 体会祂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 这都是得到基督 体会祂怎么样重建我们 怎么样把我们最弱的 最不行的地方做得刚强 把我们最舍不得的 用祂自己来替代 这是在我们一切的遭遇里面 我们都来经历祂 我记得以前我曾经也举了一个例子 但是有一个弟兄讲的 他说 有一个人刚刚觉知了 信主了 受尽了 在天上就有天使们 想要来当他的老师 来训练这个人 甚至连天使长 米迦勒都来了 你知道米迦勒是很有能力的 大有能力的征战天使 说我来教 神说你站到一边去 这是我的儿子 我要亲自教 加白列来了 说我来教 神说你推到一边去 这是我的儿子 我要亲自来教导他 兄弟们你要晓得 这个故事听起来 你也许觉得不痛不痒 如果我们真看见 在属灵境界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它真的就是这样 以色列人对天使敬拜的不得了 因为天使大有能力 他可以行supernatural的事情 天使可以做很多人 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他们崇拜天使 他们敬拜天使 但是天使圣经上 希伯来书说 他不过是服役的灵 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效力而已 连天使长都不配教我们 因为神说 他要亲自教导我们 这个生命纪也说到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没有别的神跟他同在 神要亲自训练我们 他在旷野野兽荒凉吼叫之地 他遇见我们 他环绕我们 他保护我们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讲到他这么爱我们 他眷顾我们 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 但是接下来说到 他亲自搅动阴槽 训练我们飞行 他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没有别的神跟他同在 所以你要晓得 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 跟随耶稣成为羔羊的同伴 跟随他的脚踪 被他改变 蒙福无穷 所以这次讲到 最大的受恩之法 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 所以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 没有倒霉这个字 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 没有倒霉这个字 没有运气这个字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 圣灵的调度管理底下 你看约拿 这是最有名的历史 他那样子的悖逆 那样子的不肯顺服神 神可以为他调度 要大风吹就大风吹 要海起波浪就波浪 当人把它要丢下去的时候 那个大鱼神说过来 嘴巴张开 它就是张开 进去就是进去了 没有撞到它的牙齿 头破掉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 圣灵管制得好好的 接的就是接的好好的 然后到了胃里面去以后 让这个大鱼 三天不可以消化 不然约伯就给它磨光了 胃酸就把它给弄死了 所以这个大鱼胃痛三天 神就告诉他 怎么游最好的GPS 带到对的地方以后 神说吐 要吐得刚刚好到岸边 降落 平安降落 每一件事情都听神的调度 太阳出来 要炎热就炎热 屁麻树一叶要长起来 就要长起来 那个虫出来吃 它都咬不动了 吃不下了 已经手扶着墙了 神说吃 他要把那颗病麻树咬到死 万事都在神的管理底下 读读神所造的人 不听神的话 这就是今天的问题 神调度万事 everything都听神的 目的是为了训练我们 为的是改变我们 为的是要得着我们 这是神伟大的心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神的面前 在我们的基督徒字典里面 真的没有倒霉 真的没有运气这个字 凡事都有它的美意 知道我们就赞美神 不知道我也深信 凡事都有它的美意 不必测 这是Phil Crosby的诗歌 我甚至到凡事令我 它有美意 不必测 对不对 我们唱歌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所以你们一定要很谢谢 周围的弟兄姊妹 我是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 是我 要特别谢谢他们 要不要谢 要 回家谢好了 所以我也讲过 环境像我们睡的床垫 床垫 matrix 只能够你在它上面 不能够它在你上面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床垫如果在你上面的话 你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来 你被它压得非常辛苦 你被它压得非常不自由 沉重 受压 喘不过气 可是如果你在它上面的话 它是为你效力 它是可以让你在环境里面得力 所以同样的环境 到底是折磨我们呢 压制我们呢 让我们受苦喘不过气呢 还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遭遇中得着主 能够得到力量 能够在这条去而不凡的路上 我们不断地得力 能够一直立上加力地往前 第三个 所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管制的工作 至终叫我们活出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让我们能够真正地向祂 让我们能够真正地活出祂来 所以我在这里提到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对神 当基督活出 当人真正被破碎 里面的生命能够被流露出来的时候 对神来说 这是最满足神的事情 你再好 神都不在乎 但是当我们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的时候 这是神最大的喜乐 所以天然人 有很多人他有很好的行为超过我们 大家承不承认 承认 真的有很多的人 不信主的人 他们做得比我们还要好 但是神所在乎的不是人的好 神所在乎的是他的儿子 到底我们能不能活出基督来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雅各苏里面第一章十二节 他说王政作息的时候 我的喇达香膏发出香味 但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真正有基督的心香 从我们里面出来能够满足神 第二个对仇敌 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 说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所以你才发现两千年前 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一病 他赶鬼 他叫人得释放 他叫人得安慰 他走到哪里去 他赶足魔鬼的作为 他 undo所有仇敌在人身上的破坏 今天这个生命一样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读到人的破碎 灵得出来的时候 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他说两千年前 神曾经把他荣耀的生命 那个圣洁超凡属天的生命 放在一个叫做拉萨勒人耶稣的里面 就是他的儿子 放在他里面 拉萨勒人耶稣就在地上 这三十三年半 在所有的环境里面 把这个生命没有保留地彰显出来 这个叫做荣耀 这叫做道成肉身 他说今天 神再一次地 把同样的生命 甚至是一个更荣耀的生命 经过死而复活 经过掳掠仇敌 得胜升天 尽了荣耀这么伟大的基督的生命 一模一样的生命 放在你我的里面 但是为什么我们活不出来 因为我们外面的壳子太硬了 我这个天然的生命 太多问题了 所以里面的生命出不来 所以人需要被破碎 让里面的生命能够出来 瓦器需要被摔碎 让哪达香膏能够发出香味来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叫我们心思被更新 情感被洁净 一直被折服 到最后基督能够从我们里面出来 所以两千年前 神的儿子在地上 除灭魔鬼的作为 今天这个生命在你我的里面 哪里有基督被彰显 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 所以三十多年前 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 因为那是七九年 还没有真正改革开放 有很多人出来 但是那时候已经陆陆续续 可以收到一点 大陆的消息 在那时候弟兄姊妹的情形 那时候我在一篇文章上 看到一位福州的小弟兄 他写了一句话 我那时候就很感动 他说我们都知道 哪里有奉献花 哪里就没有毒蛇出现 同样的 哪里有基督被高举 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 底下写一位福州的小弟兄 我七九年来到美国 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就很感动 哪里有基督被高举 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 今天我们个人 家庭教会都是这样 我希望我们真正在这里 当里面的生命 基督能够得到彰显的时候 你就发现魔鬼的作为被赶住了 破裂的家庭 破裂的性格 破裂的人生 破裂的教会 都要因为有更多的人 活出基督 而让这个局面被转变过来 第三个 对人 当我们真正在这里 彰显基督 流露基督的新香之气的时候 格林多后书二章 我这里只列了十四节 如果你继续读下去 他可以叫人活 他可以叫人死 这个影响力 是一个最大的影响力 他可以在一般的人身上 叫他活 他可以在另外一般人的身上 叫他死 该死的就死 该活的就活 这个影响力 是一个最大的影响力 那你就发现 我在这里 为什么用这三节经文 因为它都有一个 共同类似的动作 动词 叫做流露 或者张醒 王正作息的时候 我的喇叨香膏 发出香味 只讲到从里面出来 人的破碎 淋得出来 对仇敌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我们什么时候 让基督在我身上出来 得胜 魔鬼的作为就被赶住 第三个 我们对人的影响 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 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亲 所以你才发现 人在这里居然可以满足神 人在这里居然可以胜过撒旦 人在这里居然能够 借着流露基督的心香之气 带下我们最大的影响力 给叫人活 叫该死的死 叫罪恶 邪恶 不正直 这些不公义的事情 能够在我们中间被除去 对我们的姊妹 这都是讲到基督 从我们里面出来 所以当我们自己 买会所的时候 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困难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认为 我们的宫廷一定过了 结果没有想到 在最后的十分钟里面 市政府的律师出言恐吓 吓得人家不敢投票 所以那天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都体会到 仇敌的权势 黑暗的权势这么严重 我想很多同工都记忆犹新 我记得那次没有过的时候 对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感 我觉得第一次就应该过 应该终能得胜 结果没有过 我不能明白为什么 那天夜里面跟神祷告 跟神伴交涉 我记得那天晚上 神就用了一句话来安慰我 然后礼拜天成为我的信息 我是讲到哈巴谷的祷告 我那时候讲到三件事情 我说需要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说要真实 没有过就是没有过 但是我们并没有失败 对不对 并没有被拒绝 我们只是没有过 那我们里面有软弱 有灰心 有怀疑 有埋怨 通通不需要隐藏 Just be true 主啊 我就是不能明白 向神祷告 主啊 我就是软弱了 向神祷告 Be true 第二个 Be wise 要智慧 就是我虽然灰心 我虽然失望 我虽然沮丧 但是我要选择来相信神 我要选择相信神不会错 我要选择相信 在这件事情上 神有祂的美意 我要选择 仍然来相信祂 来归向祂 第三个Be strong 继续刚强 靠着主刚强 站住 结果你就发现 后来神给我们的得胜 何等荣耀的得胜 而且第一次没有过 一点不会让我们里面 觉得是失败 反而觉得神有祂特别的意义 让我们体会到 主地的权势 原来是这么强 我们需要警醒 需要同心 需要更深的来依靠神 而且让我们不敢骄傲 真的不敢骄傲 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意识在 好 那我要结束的时候 昨天想起来 格里汉的太太 叫Ruth Ruth Granham 她还活着的时候 她就曾经讲过 她说如果将来我死了 我会在我的墓碑上写 Construction is ov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她说工程结束了 谢谢你们的宽容和忍耐 因为你在台湾 在中国 在美国 你常常会看到 Under Construction 施工中诸多不便 尽请原谅 有没有看过 原来是三线道的 结果剩下一线道 所以塞车 挤 很多不方便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放一个 施工中诸多不便 尽请原谅 我想我们都是在神施工中的人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会有脾气 会有不愉快 会有争执 会有软弱 然后给教会带来一些亏损 真的向弟兄姊妹抱歉 真的在施工中诸多不便 但是她还活着的时候 她就说将来我死了 我要在我的墓碑上放这个字 所以我四年前到北卡 去讲道的时候 有人我就讲起这件事 会后就有人跟我讲 说她现在的坟墓上墓碑 真的就是这样写 所以我昨天晚上睡觉前 我就去搜索Ruth Graham 然后我就发现她墓碑上 真是这么写 写了一个中文的译字 公义的译 底下写她出生 1920几月几号到20多少年 她活了八十多岁 底下就写 Construction is ov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弟兄姊妹 真的 我们彼此包容 好不好 在神的家中 但是我们希望更积极的起来 一起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管制 祂真是为了荣耀的目的 要让我们成为祂手中的杰作 比那颗非洲之鑽 非洲之鑽 非洲之鑽 还要有价值 比五百多克拉的钻石 还要有价值 因为神亲自下刀 亲自做 借着耶稣基督做成 我们都是祂手中的杰作 借着耶稣基督做成 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再次感谢祢 祢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不仅仅救我们脱离黑暗 脱离罪恶 脱离死亡 祢更是把我们带到祢 爱子光明的国度里 祢更是把我们带到祢 那荣耀有福的旨意里面 祢把我们放在祢 那荣耀的工作里面 借着圣灵为我们调度万事 叫万事都在这里为我们效力 主啊 许多的环境 我们真的都是在埋怨 挣扎痛苦的里面经过 甚至白白受苦 主啊 祢再次用祢自己的旨意 用祢的话来安慰我们 让我们看见这一切 都是为了造就我们 为了祝福我们 因为我们原是祢手中的工作 主我们谢谢祢 把一个活泼的盼望赐给我们 当我们正在施工中 正在under construction的时候 祢让我们不灰心 不上志 主啊 能够积极地 勇敢地 喜乐地 接受祢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更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真实地得着祢的结局 好让我们被改变 向祢 与祢的性情有份 更是能够活出祢的形象来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